发烧话题追根究底 欢迎收看热线追踪 我是乌凯文 今年第一个清台的凯米台风 造成中南部多处灾情 其中高雄市共38个行政区 就有30个行政区都发生淹水 高雄港都汴水都 而这次淹水主因 除了台风带来长时间的强降雨之外 学者分析本次的台风 刚好遇到了天文大潮 导致水位高涨 许多河道外溢 加上许多都市行政区 像是左营区 古山区等多维低洼地区 以及近几年都市高度开发 导致透水空间变少 才会导致淹水的惨况发生 而专家也提醒 未来如何与灾共存 增加土地的韧性才是关键 热线追踪采访团队 也实际前往高雄 带来第一手的专题报道 凯米台风重创南台湾 造成许多淹水灾情 根据历年台风的雨量比较 凯米台风无论在单日最大 一小时雨量126毫米 或是单日最大累积雨量 1412毫米 都胜过当年的莫拉克台风 创下15年来的最高纪录 让高雄市一期之间 从港都变成水都 第二代的南方就是西南风非常强 也就是我们所谓西南气流的区域 那西南气流其实会带来 非常旺盛的水汽 那这些水汽会从南边 溢注到台风影响的区域里面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 这一次台风在清醒台湾的时候 在中部跟南部雨量 会这么大的原因 因为南边来的水汽相当的充沛 如果以淹水来讲 大概有三十几个行政区 都有一些相关的淹水状况 那淹水特别比较严重 大概有钢山 南子 然后人舞还有美龙等区域 它的淹水状况会比较严重一点 黄色的泥水淹满整个街道 这里是人舞区的湾内里 也是这一次的淹水重灾户 7月25号也就是凯米席台第二天 甚至还看到整台车几乎灭点状况 居民的住宅也无一幸免 就到这边 这个有水的痕迹 然后后面厨房这边 冰箱已经掉掉了 因为冰箱起来 沉下去发电就 整个东西都烂掉了 我们这边水深及胸 加上我湾内里这边 北边有四龙溪 西边有曹公郡 两边都液堤 所以就满到胸口这边 人舞区的湾内里 因为强降雨的关系导致 淹水将近140公分 居民们表示大概是到成人胸口 这样一个位置 那直到现在五天之后呢 还是有非常多的垃圾堆积在路边 让居民们是苦不堪言 像是湾内里这样的状况 也同样发生在其他行政区 高雄市水利局统计有22个行政区 淹水达到50公分以上 主要成因除了本次短时间内的 强降雨之外 还有一个关键因素 其实这一次的淹水 内水跟外水的原因 两个都具足了 除了外水我们讲就是 包含天文大潮 造成的潮 这一个海水位的上升 你外水高的时候 其实内水 要排出去就很困难 根据排水设计行政区内的降雨 应该经由雨水下水道 排入临近的河道 没有想到这一次台风大雨 也刚好遇到天文大潮影响 导致水位高涨 不仅影响内水调节 甚至有些河川 外溢到地势低洼的行政区内 然后它因为这个排水 要超过它保护标准 液体的时候 这整个区域的淹水 就会比较严重一点 河道它没办法宣泄洪流的时候 它自然就是会自然的外溢 外溢的话 临近的土地或临近的住家 或是行政区就会首当其冲 平面地区像是三明区 索营区 古山区等 都是因为地势低花 加上台风强降雨 以及天文大潮影响导致灾情 就连位于高雄市 逃死原路的新建豪宅区 也难逃水灾冲击 混浊的泥水冲进地下室的画面 迅速成为当天的热门话题 索营区的自助理 两排的新建大楼 屋林都只有四年左右 但是7月25号当天 还是烟城汪洋一片 自助理这边算是一个 比较新型的一个重化区 相对的它的排水系统 就没有相对的这么的一个完善 以陶子源路来说 就像我们周边大楼 有这个排水系统 但是另外一侧 它就没有这个水沟跟排水系统 因为排水系统差异 让地下设淹水状况 也出现落差 但是即使有些大楼 设有三道防水闸门 还是难以抵挡水势冲击 像这个旁边的这个寿山 他们可能这次的风雨非常大 就会夹带一些土石流 不是沙子 他们是黏土 像黏土 它就会比较难清理 这里就是陶子源路豪宅区的地下室 7月25号台风当天 因为雨水实在来得太快 水闸门关闭不及 所以导致雨水整个冲进了地下室 无论新旧防护都面临淹水的窘境 甚至导致25个制洪池 119条区域排水 全部满水位 依旧阻挡不了淹水的局面 专家澄清本次制洪池还是发挥一定作用 只是由于短时间内的区域降水 实在是过于猛烈 导致制洪池没有排水时机 甚至也外溢到民宅内 当制洪池满的时候 装满的时候 它要找到一个时间空档 让这一个制洪池里面的水赶快排出去 通常就是制洪池连接的这些区域排水的这些水位一直都很高 所以制洪池的水 基本上是找不到空间或是时间去排出的 那没办法排出自然它就没有能力去refill新的雨水 我们这个大致上都在一个多小时 大多一个多小时就退水 那至于说为什么水会退得这么快 大概就是我们的整个排水系统是畅通的 主管机关喊话 制水工程仍有一定成效 但居民看着家园被大水淹没 依旧心痛并怨四起 专家认为高雄市的土地开发政策 恐怕需要重新检讨 因为高雄过去大贝湖小贝湖 它是有很多的湖的 结果我们过去都市开发 就把它添掉了 事实上这些湖就是天然的制洪池 结果你把天然的制洪池把它添掉以后 那当然它就淹水了 为了让人口不外移 所以我们就希望这个城市能够有更多的就业机会 只能往过去没有开发的区域 那些区域有可能本来就不适合开发 或者是比较 不会有人想要在那边开发 比如说比较低的地方 低滑的地方 比较容易淹水的地方 比如说以小贝湖的这个部分 目前我们有一个开发案 它目前的 现在的除流设施 其实它的功能是比较小的 那我们有一个捷运连开 我们去把它做一个全部的统一的规划之后 把3.42公顷的绿地 又把它变成了公园间绿地使用 那等于说做完了之后 比现在的现况又会多了好几倍的除流设施 学者解释 由于都市开发导致土地原先的透水层减少 许多农地变成建地 地面水缺乏往下渗透途径 只能仰赖排水系统 反而又增加区域排水的负荷压力 而都市开发让土地不断升值 另一方面也导致在制洪池的开发规划上 变得相对保守许多 那制洪池 没有地方再做制洪池 因为用地的增收等等这些的成本很高 到处这些空地 大家都想要做比较高经济价值的使用的时候 地价也高 然后再用地取得也难 海绵城市也好 低冲级开发也好 有11铁也好 制洪池只是其中的一铁 而且这一铁还特别贵 因为你要综收土地 学者提醒制洪池并非唯一的治水方法 然而民众刚经历完淹水的震撼教育 大家都翘首期盼 高雄市政府可以端出更好的解放 那有没有可能有一种调度的方式 让下大雨的时候有可能淹水的时候 让他们规划让他们车子移到外面去 然后地下室它就可以作为制洪的空间 其实它就可以相当程度的消化掉 或者是说吸收掉 它这一栋大楼这一块基地本来的保水的功能 比如说这个区域它的雨水下水道比较满 那另外一个区域它还有一些相关龙受力 是不是又把这整个区域再重新划分 切一些过来做一些分流分红 这些手段其实都不是单一可以完成 要去做一个整体考量搭配 究竟该如何制水才能指导问题源头 专家学者集思广益 只盼能早日落实制水解方 让天水的客帽不再上演